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 如何用AI的Dai2去去除照片的杂物 如果没有Photoshop这么昂贵的一个软体的时候 我想要用免费的软体 是不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功效呢 现在的AI说不定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了 好接着让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呢我们先Key上这个Dai2的一个搜寻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ai它已经进化到第二个版本了 所以呢我们直接选择Dai2进去 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选这个登录 登录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像我有Google的账号 我就直接选择Google的账号进去 进来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让你进入文字 然后产生你想要的图片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图片上传来进行edit 所以我们选择图片上传来进行图片的一个编辑 我们选择之前的那张图片来进行比较 那进来里面呢它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裁切这个图片的一个形状 就是把它改成正方形 好那我就选择要 接着呢我就选择编辑它 进来编辑里面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既定格式是1024x1024的正方形 在这下面呢有一个小叉子的一个地方 叉子呢代表的就是说我想要把什么东西叉掉 你可以改变这个叉子的一个尺寸 所以我可以把叉子的尺寸放小一点 把我不想要的人进行一个涂抹的一个动作 叉子再变小一点我不晓得效果怎么样 因为每次试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一次会变怎么样 接着在文字的空栏里面呢 我们可以key上我们想要的一些字会 比方说这个地方呢我希望是草地 所以呢我可以key上中文也可以 所以我key上草地和马路 然后选择产生给它一点时间 不同的文字它会产出来不同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选择没有入人的草地 或者是大量的樱花树 或者是开的很繁盛的樱花树都可以 你都可以试试看 那这个产生的过程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让它跑一下 大概过了几十秒之后 它就生成了四张照片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每一张照片的一个放大的结果 然后这一张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好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产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有一些或许还是很怪 但是其实像这样子 其实以这张维力它已经去除掉 大部分我们不需要的一个地方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些微的地方 会有点点怪 所以还是第二次 我们再把刚刚那个图片叫进来 然后一样不想要的地方 用橡皮擦把它擦掉 直接key上没有人的草地好了 然后请它产生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新的四张呢 效果会比前面的更好一点 尤其是到了最后一张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线就去的很漂亮 那唯独就是剩下这种很怪异的一个符号 那我觉得这个去除呢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解掉 都是属于比较小的一个事情 那有一些怪怪的痕迹 但是呢这样子去除的很完美了 以上就是我们透过大一兔 去做秒除入人的一个修图动作 非常简单吧 谢谢你今天的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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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